那一年,我刚刚大学毕业,像所有自我感觉还不错,又怀喘着一脑门子远大理想的愣徒亲们一样,来到了北京。 实习的三个月,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回到家,一碰枕头就睡着。 我是一个从小到大都好奇心非常强的人,就我对这个社会非常地敏感,而且非常地好奇。 我觉得进步在于说我可能现在比以前要更成熟一些了。 我觉得这个世界的复杂超过我的想象,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有更宽容的心态。 就我不会再像以前这么简单地横冲直撞。 今天在这里呢,我想讲的主题是皇帝的新装。 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于真相和谎言的一个命题。 因为两个裁缝是两个大忽悠,他们把皇帝给骗了,皇帝身上什么都没有穿,就上了大街。 只有一个小朋友,他无知无畏地说,Hey, but he has nothing on. 他什么都没有穿啊。 这个小孩看起来很天真,可是实际上,他就是内地新闻界对于我们传媒人士的要求。 因为很多的时候真相是被遮蔽的。 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播出了第一期节目《红志班》。 以其理性深入平衡的准则,揭开了中国中央电视台长篇深度新闻节目的第一页。 我是一个从小到大都好奇心非常强的人。 十年来,新闻调查以探群事实真相为口号,记录正在发生中的历史。 揭开新闻背后的新闻,共播出节目近500期。 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在家里跟我的邻居办了一份报纸。 然后读者只有四个人,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妈妈。 然后我每周都出刊,然后采访的问题都是很搞笑,都是那些家常里短。 2002年9月20日,天上是一轮满月,而我成为调查人也刚好满月。 今天夜里加班,回来时已将近午夜,可是心里翻江倒海,快乐得想飞。 也许今天是我到新闻调查以后最开心的日子,因为我得到了制片人张杰的赞许。 地群患有先天血液症的孩子。 阿龙,你好。 一场期待能够彻底拯救孩子的手术。 我相信医生,我也相信医生。 我做了9月,成功了8月。 给你了一个机会。 一个始料未及的惨痛结局。 虽然学的不是新闻,但是我一毕业,我就希望说能有机会来做一个记者。 中国有一个纪录片,有个栏目的名字叫济世,它的slogan是行径中的影像中国。 我希望能够用影像,或者用我的观察,用我的思考,用我的发问去记录变化中的中国。 这是一份沉重的名单。 名单上的孩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受同一种手术,并连续死亡。 这是一场异常昂贵的手术。 代价是几十万人民币,加上孩子的生命和全家人终生的痛苦。 而这场手术对外承诺的成功率是93%。 那时候这个93%这个数字对你们来说意味着? 意味着很大很大信心的成功了。 你决定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你自己是有信心的? 我是100%的信心的。 你相信谁呢? 我相信医生,我也相信这个医院。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其实他们的神经纤维都非常粗大。 他们比就是所谓的发达社会的很多的老百姓都要更强悍。 实际上他在找到你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经历过无数次被媒体拒绝。 然后包括无数次的这个被侮辱,被欺骗,被压榨。 就是在中国做一个小民,真的就像一个小蚂蚁一样。 所以我们试图来假设这个皇帝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假设一,皇帝也是被蒙蔽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能做什么呢? 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舆论监督的黄金法则。 2004年12月初,中国官方首次向世界公布, 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 约占性活跃期男性大众人群的2%至4%。 按此估算,中国约有500万至1000万男性同性恋者。 而根据卫生部去年底公布的数字, 中国男同性爱者的艾滋病感染率高达1.35%。 这一数字要比普通人群的感染率高将近20倍。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也许国家出台的政策并不跟你媒体的报道直接相关, 但是它也许可以帮你突破某些敏感的社会题材。 举个例子来说,同样在2005年, 我们做了一期关于中国男性同性恋状况的生存调查。 这是第一次在中央级的媒体上, 大家愿意去承认说中国有这么大范围的同性爱群体。 大伟22岁,北京某高校的一个大学生, 去年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 他选择了直接出镜,不用做画面处理。 我叫大伟,我是一个同性恋, 我也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 你清楚,如果说这样的镜头在电视上播放之后, 你的生活还有你的家庭会受到的影响? 我就是想以我一个真实的身份来面对这个镜头,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同性恋和艾滋病这两个群体。 你是独生子吗? 对,是。 你当时是明确告诉你父母, 你得的是这个病? 对。 他们的反应呢? 我妈真正病倒一个星期流起来, 那我妈是真的想不通。 他们知道我也不是那种坏孩子, 所以说他们根本就不会想到我能感染这个病。 但是他们就有一点不知道, 因为我是同性恋们。 同性恋们之间的情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我们在重庆见到了小杨和小江,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已将近四年。 你怎么形容你们这个情感? 孩子。 你们这种生活的打算能够做到多远呢? 已经策划到四十岁了,三十岁了。 已经策划到四十岁了。 基本是十几二十年以后的事情。 对对对。 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孩子, 她的孩子本身是这个同性恋者。 那个母亲告诉我, 我导致这样, 她生下来我就该把她掐死。 有同性恋者在给张北川的信中写道, 我们这种人生到世上就被打上了不幸的烙印, 注定了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灰暗的。 我见过这种人, 她最后是出家了。 她最后的结果是, 她对性感到整个的厌恶。 这并不能使她变成一个喜欢异性的人, 这是最关键。 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以生命的名义》。 我们是以关注的角度, 去关注这个群体的健康的角度去切入。 所以才为这个节目赢得了播出的可能和窗口。 结婚之后, 你们会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吗? 我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 就好像是, 总感觉她在履行一种异物。 那比如说, 你想跟她很亲密的时候, 你表达出来她会什么反应呢? 她就是经常很本能地就把身体做成一团。 很害怕, 很厌恶的那种样子。 厌恶? 对。 其实对她们, 那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挺自卑的。 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可能是自己真是没有什么吸引力吧。 从我孩子三岁的时候就开始看心理医生吧。 这种冷淡的婚姻生活持续了整整九年。 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让小文备受折磨, 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丈夫的秘密。 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有渴望倾诉和渴望被人了解的欲望。 只是说他会选择去跟什么人说, 或在什么场合说, 或者能不能说, 包括怎样说。 他们都杀死了自己的账子。 我死了, 他就能死了。 我当时讽狼二十里, 没有第二个人死了。 他们都被判了重刑。 五七, 四八, 五七, 我们真的不是坏人。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新闻调查走进石家庄监狱女子监区。 我跟采静在长期以来做节目过程当中, 我是觉得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无为也是一种为。 就有很多时候其实你不用去就拽着他, 然后拼命说你一定要说啊, 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其实有的时候他更需要的是理解。 石色。